外在天武的市东市场本来是个传统市场 经过改造之后现在变得相当有文精风 所以开始吸引很多年轻人上市场 这里有一家熟食摊 招牌油饭是用木桶蒸煮出来的 里头拌进了卤汁 还有店家自己炸的红葱酥香菇等等配料 每次木桶盖一打开来喷香诱人 而且粒粒分明的米饭吃起来口感非常Q弹 这里还有芋头粥 扎实的芋头熬到了软绵 融入到口感滑顺的米粥 吃起来香气特别的浓郁 你今天有需要吃 我说你吃什么 你每天看 今天都有一些新菜 台北市东市场里老板林肃精的熟食摊 琳琅满目的菜色 青菜 筋肉 狮子头 山珍海味应有尽有 一早就吸引好多婆婆妈妈上门 选择性很多 很广 重点是像家里煮的一样 不会有一些掺杂什么乱加 重点 这是重点干净 一盒又一盒摆放整机的熟食 在明亮灯光下显得更加诱人 而抬头一看 高挂的布脸 吉祥的猫头鹰 整个装潢都充满了日式风味 以前的话没有上面这一块 以前是没有说像 现在这么多新的东西 现在看起来很干净很漂亮 一个市场改造计划让四十年的老摊 洗掉过去的脏乱变得换人一新 然而大变身的不只是零塑精一摊 市场里将近二十个摊位 风格迥异 令人装迷 为市场注入年轻活力 传统的市场大部分都是老人家来的 现在有年轻人 有提升差不多三分之一 生意量增加了 对菜色的鲜度和品质依旧不容马虎 天色味料正当多数人还在熟睡时 零塑精一家已经在厨房忙碌 我六日都三点就要起床 因为六日假日人比较多 所以东西也就准备比较多 新鲜的温体三层肉下锅圈烫 要做成古早味控肉 从小时候都喜欢吃 就看到阿嬷在煮 小时候都在旁边都有这个印象 穿烫之后还要刮具表皮的夹值 就是有一点泡沫 你要把它烤一烤 烤一烤还要洗两次 三层肉和酱油冰糖一起勿制 火候可不能太大 火太大的时候那个肉会完整 也会破掉 你用闷的里面的那个口感 它不会流失 它会熟在里面 裹上酱色的控肉咸香四溢 搭配笋子一起吃更加下饭 富含胶脂的控肉 微微黏嘴 口感Q弹 看似油量却不会过于腻口 加上笋子的爽脆十分对味 你没有炸好 煮起来就烂烂的 你炸过 那个芋头也比较香 煮炸大炸芋头才能定型 您最近会懂得食材的属性和做法 其实是无师自空 先靠自己慢慢摸索 我对吃的都蛮有兴趣 我都到苏级我都会买食物 在家有空就看一看 像是要煮芋头粥 林附近说 能用蒸米来煮才有绵密的盘盖 下火熬煮时还得不减减塞 没有饭它都里面就浇掉 倒下去都要马上一起搅拌 搅拌它已经滚上来了 已经滚了就不用再搅拌 扎进大把的香菇 还有炸到香酥的芋头 接着红葱酥 虾米纷纷入锅 我那个红葱酥的香味 这个很搭 重点就是东西 每样东西都要新鲜 都是要从早上马上弄 就比较好 不要隔夜的 芋头融合红葱酥的香气 让这碗芋头粥香气特别浓厚 吃得到扎实松软的芋头 搭配浓稠软绵的米饭 口感细致 纯齿流香 香 因为它的芋头是用非常好的芋头 好绵密 而且最主要是它切很大块 而且好几块 就是过瘾 忙到就会忘记 忘记喝水 这是职业病 没办法 每分每秒都显得珍贵 全家上下就像陀螺一样忙的团团卷 因为早上八点前就得完成近20道菜 直到把热腾腾的菜送上车后 厨房工作才算更一段落 但这时候 老婆还没休息 到市场摆摊 陈列菜色 还有一边账户客人 马不停蹄的市场生活 连人看似辛苦 林素卿却格外珍惜 真的会留言耶 因为喔 叫我老公的时候 都是白手起家 回想过去那段日子真的很拼 老家在彰化二林 当年林素卿在彰化 卖水果金卖冰 先生在职场上奔 好不容易努力挣钱 买下人生中第一金房子 想不到就一间房子 住大部分都三个月就没了 因为我公公说要嫌弃啊 他没钱啊 叫我们国家给他买 不在一百多元留 以前很多了耶 三四十年 花一百多元就很多了耶 知道油饭就是店里的招牌 配料的红松酥坚持自己炸 人家卖现成的 你不好的炸起来 我们也不知道 加入香菇焖煮 提升香气 再将露丝和香米一起拌炒 我问料要控制 不能太大胃焦掉 从事烘焙的儿子洪俊玄 原本和朋友合开工作室 负责供应咖啡丁甜点 但是到了假日 厨房内总少不了他的身影 现在也是慢慢的要 把这块接手 妈妈年纪一大 对啊 他也是算一个船程 拌起油饭 但得跟时间赛好 因为你再慢的话 它那个铃利 吸那个骨汁 骨汁下去的话会硬 那你就拌不动了 摆上香菇 肉丝等配料 满满好料想要迷人 光是看就令人垂涎 喷香上桌的油饭 值得让栗子和鱿鱼的扎实 粒粒分明的油饭 口感香Q不会太油腻 而这油饭还有个升级版 融合了年轻人的创新 我妈妈原本的油饭没有做盒子 没有一个品牌度 那我现在把盒子 然后造型 然后做出来慢慢陆续 也可以希望借由我原本 跟我一个伙伴在做的 公培的东西做一款明月干糕 就可以结合起来 明月油饭里的霸气鸡腿 几乎占据整个层面十分吸金 鸡腿肉质吃来鲜嫩不干柴 还有这道鸡汁散头虾 新鲜的白虾 口感清甜Q弹 好有脆度 新鸡度够 所以它剥起来其实就很脆 吃起来就很好 传统的熟食餐有了全新的样貌 多了年轻的客群 但不变的是那一份用心实在 还有浓浓的人情味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在台中的国美馆旁边 有一家上海餐厅 装潢特别打造成老上海的风情 料理更是精彩 招牌菜玉香老鸭堡 用大量的鸡爪 还有大甲芋头去熬汤 鸭肉吸附了满满的高汤精华 汤头喝起来玉香味十足 搭配经典菜肴 玉兰东坡肉 肉质肥瘦均匀 带有淡淡的酒香 经典的上海味 不仅令老汤们回味再三 更让餐厅获得了2020年 米其林的必比登推介 有看到报道说他今年有入围 那个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之一 所以一定要来朝圣一下 时刻慕名而来的上海餐厅 道道好料生殖人心 小火炖煮的玉兰东坡肉 鲜肉香气 纯烟鸟鸟鸟 五花肉色泽红亮 上层肥肉 底层瘦肉 伴随咸香卤汁 让人蝉咸欲滴 他挑选的部位我觉得我还蛮喜欢 就是他肥瘦刚好 他们也是 这炖嘴也蛮软爛的 看起来色香味寄浅 然后油亮油亮 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就是不油不腻 然后入口饥饭 客人难以抗拒的为美鲜食 就出自这家获得米其林滴滴灯推介 主打20年代老上海风格的复古餐厅 人气招牌玉奶老鸭堡 选用大量鸡爪熬汤 汤头自然 楼成鲜香 熬汤的部分就是让小火慢慢的炖煮之后 就那个焦烟蛋糕融化在汤里面 熬汤堡那其实是中国杭州一个有名的 然后叮到这样子的菜 然后我们就用一种饱饭的做法 就像广东菜一样的做法 这家菜会做小火炖煮比较久 菜的话鸭肉它会 鸭肉会很烂然后不炒 芋头控文之疯狂的玉奶老鸭堡 被大火烹煮的热情洋溢 迸发浓浓芋头香气 鸭肉伴随大甲芋头 皮Q肉嫩满是鲜香 是韬客嘴里的真修美传 口感非常的香醇 然后有那个鸭肉慢慢熬 熬出来还有那个芋头 它有融合在它那个汤汁里面 对啊 喝起来非常的顺口 它的肉质已经入口即化 然后又加上有芋头的香味 然后吃起来跟一般的鸭肉 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它吃起来那个芋头很香 很Q软 很爽的 很好吃 很香啊 搭配鸭肉真的是味道很美激 食客品尝的美食好料 美味背后蕴藏着餐厅主人 罗友竹多年来的努力 早期在广告公司工作 因为不甘于常规 所以25岁决定踏入创业之路 对啊 我摆锅地摊在逢甲上圈 所以那时候创业的资金很少 所以我要去布街 然后车戳布 车制服 然后我去彰化田围买花 就反正都自己来 于是一步步实现自己的开店梦 30年前开创人生第一间餐厅 以法国乡村为题 呈现欧洲庭源氛围 接着又以老上海风格 创立第二家中式餐馆 颠覆时刻想象 那时候到上海去找很多资料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里面 有人穿旗袍 有人穿西装 那这就在我心目中 有很多的异象在里面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些 比如说窗花啦 或者是安眠城 然后再把它喷整黑色 就是把谷味去掉 然后让它都有中西交流的感觉 于是餐厅成设 特别走上个世纪初 老上海的浪漫情调 比如说像上海的窗花 跟中国其他地方就不太一样 很多都菱形的 然后有彩色玻璃 水纹玻璃的感觉